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卡布所在 阴之天籁 风雨同周深情不宜 只要有周深在的地方 就能听到这样震耳欲聋的呼喊 周围或者台下 也时常会是一片蓝海 又一次热泪盈眶 就在周深出道七周年之际 一些粉丝生米自发地制作一个别出心裁的礼物 生米们采用云合作的方式 演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为周深送上深情的祝福 生米们来自天南地北 四面八方 有些生米之间原本并不熟悉 却有着同样的热情 来完成可他爱着这个世界的云合作演唱 而且 生米们还专门编辑了视频 视频素材来自周深出道七年来的精彩瞬间 来自周深的七年荣耀史 以及与粉丝生米一起成长的点点滴滴 生米的歌声搭配周深的七年荣耀史 情深一切 感人至深 从花絮来看 看周深七年荣耀史 听生米云合作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生米们一开口 就已经让人眼含热泪了 无风的街角扬起了几缕尘埃 柳枝也打了几个太轻柔的摆 你未曾留意 亦未曾知他们存在 那些都是面容丑陋的妖怪 温柔珍藏眸中人情百态 太孤独渐默 却比人们更懂得爱 听着熟悉的 饱含深情的歌声 谁的眼泪在飞呀 那一定是生米 还有宝藏南海周深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是周深的第一首原创单曲 那些可爱的生米们说 脑海里浮现着周深的一个个舞台 一个个与生米见面的现场 七年来的一幕幕 恍如昨日 唱着唱着 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也曾助力街头人车马穿身过 写满尖风雪满腔寂寞 却仍愿坚信着 世间最美好的一切 正欲风飘泊 有人问 这是谁的歌声 这么好听 这么动情 是生米的歌声 他仍对你第一万次展颜微笑了 小心翼翼也略显笨拙 而你从未得知那种渺小的温热 多么动人心魄 有人问 这是谁的创意 多么可爱的想法 跨越时空的云合作 太新颖了 是生米的创意 是生米的云合作 追着风 逐向云 笨向尘世 怀揣着千百年的爱与直 这相遇 哪离别 都成就值得珍藏的故事 他正虔诚静候着 与你擦肩时 你轻声默然念出 他成就却珍贵的名字 周深优秀 粉丝也优秀 生米们的歌声 越听越好听 越听越上头 可爱的生米妹妹说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是由周深作曲 当时是因为他看完 《夏目有人账》之后 有感而发谱写的一首歌 可爱的生米妹妹很是感慨 生米小姐姐和生米小哥哥们 在云合作演唱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期间 有过一些小摩擦 有过意见不合 但大家都是因为周深 而聚集在一起的 大家的初衷 都是祝周深出道七周年快乐 一想起周深 我们又会团结起来 霞光中 成着风 化作他荒迹心头上 最柔软的梦 你听着有人 仗中生命不息的卖动 看落成故事逐一解封 某种次曾相识 难以言表的感动 让你润失眼瞳 不容易啊 经过无数次的磨合和演练 云合作的生米们 终究擦出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优美的旋律和作词 再加上生米们的歌声 温暖又让人感动 真的过得好快啊 仿佛一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七年了 看周深七年荣耀时 他一路走来 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呀 不难看出 从周深英花年初到 到初到七周年 周深的舞台数量和新歌数量 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每年都是同比增长很多倍呢 看周深七年荣耀时 若繁花似锦 星光闪耀 火花似箭 惊喜不断 忠心的祝福一生 周深出道七周年快乐 价彩云天舟 少年踏上真诚 一路繁花 周深一个被合作者排队夸的独立制作人 才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最近 周深的新歌江湖缘起 又掀起一番风波 上线一天全网播放量突破一千万 目前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中 此外 这也是周深独立担任制作人的第一首歌 回首过往 就会发现 周深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是音乐制作人 但都是和别人的合作 为何他会停留至今 他有一首自己独立完成的音乐作品呢 可能跟他的音乐追求有着莫大的联系吧 周深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歌手 对音乐作品他有着极高的要求 可以在凌晨一遍又一遍地修改 亦可以在录制完成之后 再次要求完善作品 之前没有成为独立制作人 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吧 如今江湖缘起这首新作品 让很多人知道了周深对制作人的理解 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制作星星 神奇的是在这首歌发布之后 很多幕后人员纷纷在B站表白周深 对此次合作表示万分的满意 从他们的言论中 小编也发现了周深为何到今天 才成为独立制作人的第一个原因 在编曲老师徐明轩的描述中 知道了周深为此次的编曲被选了好多条BGM 并且在后门都表明了出处和实用场景 为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两位编曲老师 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因为了解这个游戏 知道这个游戏的传统 所以才敢担任主题曲的制作人 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不打无准备的仗 这就是周深的追求 一首歌曲歌名往往关心是谁唱的 制作人是谁 但是对其他一些人却不怎么关心 但是想要成就一部好的作品 离不开他们 比如编曲人 混音试 俄声监制 人声编辑等 如果仔细去看周深演唱的那些歌曲 就会发现有些名字经常出现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李建衡 他与周深的合作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之前的《退直破穷仓》 《情赌信》一个梦见 除了他之外 还有徐薇也让人印象深刻 很多周深演唱的歌曲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 他的身份也很多 有时是制作人 有时是录音师 又是配唱制作人 除了这些经常合作的人之外 还有两个团体也经常出现在周深的歌曲当中 他们就是亚洲首席爱乐乐团和国际首席爱乐乐团 而就在《新歌江湖》源起中 他们又出现了 徐薇身兼数值 配唱及人生录音师 李建衡和周深的第五次合作 国际爱乐乐团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出现 这就是周深制作人的高明之处 由于长时间的合作 周深了解并熟悉他们每一个人 知道这些人擅长哪些方面 此外他们之间的配合度 默契度越来越好 关于歌曲的想法可以很快地执行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首歌里面看到这么多的熟悉人 就是这样一位歌手 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 争取把音乐做到最好 由他演唱或者制作的歌曲 怎么能不受 出挂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